你知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很明显的就是要刷这个圈圈是吗 是的 来自乌鲁木齐的扣羊肉菜 先放冻一下才有食物的 徐师傅 我们这个要怎么穿呢 两瘦一肥再穿一瘦 四块肉 我想问一下徐师傅 这个肉是羊肉是吗 羊肉 哦 那需要腌制吗 对 有腌制 用什么腌料去腌的 有鸡蛋 胰子 胰子就是胰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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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胰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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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简单 还有几种调料 几种不能告诉你的调料 对 腌多久 腌的时候腌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二十分钟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粗的红柳木呢 要是如果这个羊肉菜 这块大的很 烤的时候太小了 一烤就断掉了 哦 其实这个红柳枝在新疆那边 就是 上台都是的 就是地取材了 它们当然用红柳枝 还有这个红柳枝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所以之后 销完出来会散发那种香味 是不是好像我们那些荔枝木烧鸡 有种荔枝木的香香的作用 看来各地的这个风阻差不多 其实这个穿肉是有技巧的 一定要在它的这个纤维 就不能就是直接在它的这个 这个纤维面这里插进去 好 再来一个肥的 再来一个肥的 为什么一定要穿一块肥的进去 这个肥它不烧 相当很 哦 相当于是羊肉 羊肉 羊肉 就这样 所谓的 再把它 再把它 就可以了 哦 就这样 噔噔噔噔噔噔 各位 我们学习第一步圈羊肉 走好 再说了 考是更难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学艺的第二步 考圆肉圈 走你 acağız итесь 字幕 ideal订 defined 搖噔噔噎 是